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同村阿維 今天我們又幹了一件大事 又達成了一個里程碑 這是我今年 第二次考全車法拉利 大家應該很好奇啊 為什麼這種超寶應該是保護得很好 為什麼會來全車跑器 原因是因為啊 他當時在做漆面保護的時候 貼了一層犀牛皮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太久了 然後沒有去做私塾的動作 等到放黃了 今天要來濕了 發現哇 濕不起來了 那有些地方濕起來了 上面有殘膠 有些地方濕起來了 連元氣跟著起來 那當然最終就得來考七了 關於貼膜啊 犀牛皮怎麼貼 什麼時候該貼 什麼時候適合貼 我們可以看上去 那大家應該很想要了解 犀牛皮到底有什麼好處 犀牛皮本身啊 具有高張力高伸縮性 還有強韌的特性 是現代相當好保護車漆的一種保護方式 可以保護車漆啊 避免一些小跳石小碎石啊 跟一些輕微的擦傷啊 的撞擊 所以更能夠完整的保護你的車漆 但是有一個地方啊 絕對要注意 那就是所謂磨料的品質 因為磨料的品質啊 跟施工的技術啊 會大大影響最終的成品 可能交車起來啊 沒有什麼異狀 但是當你今天 回去了過個一兩週後啊 或是到之後 開始慢慢的泛黃啊 仰化啊 之後就會慢慢浮出一些 奇怪的現象 所以你今天呢 如果要貼犀牛皮 或是已經有貼犀牛皮的車主 一定要跟店家確認磨料的使用壽命 跟後續的保護方式 以及最重要的 如果之後壽命到了要撕除 基本上啊 貼模的店家 應該都會有一個所謂 撕模的費用 畢竟每個店家的施工方式不一樣啊 所以車子回到一開始包模的地方 去做處理 老闆也會比較清楚狀況 這種狀況 比如像是你今天受傷了 你要去醫院啊 診所去做檢查 那你今天檢查完了 開了藥了 你後續要去做負診的動作 你如果找別人醫生 那當然他就必須重新瞭解 所以包模撕模這個部分 我也建議 能夠回去原本的店家去做處理 絕對是最好 也是最快的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那我现在来带一点458的一些故事 不同于那些欧洲小型手工跑车制造商 法拉利的设计啊 向来都不会吃牙猎嘴般的状况 现行法拉利的新设计啊 就像它的直排头灯 一次排开的入封筹 由四元改成双元的尾根 以及那玲珑浮凸的车身线条等 都是由这一代458开始的 下个世代新世代的4887 它的改动也不会太大 在458的年代啊 无论是性能啊颜值还是品牌价值 相信在设计上没有人会去质疑 法拉利的能力啊 关于敞篷车啊 与一般车型啊 它在施工上会有什么差异 其实啊我们常见的敞篷车型啊 它的车身结构呢 跟一般车是不太一样的 那在施工上的难度相对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在对于这种敞篷车要跑漆的时候的一些 拆解上的难易度也会相对比较高 那在这个地方上啊 如果今天敞篷没有去做拆解啊 其实很多细节上都是处理不到的 那关于敞篷车的施工方式啊 你可以看我们上一部S2000 也是一样是敞篷的 我们的施工方式也有记录在上面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啊 法拉利的车漆的部分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力吧 其实啊 早在2004年那个时候啊 法拉利是第一家导入水性涂料的车厂 那在外层精油层的部分呢 当然他们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在做这一块的部分 那最外层的精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法拉利当初呢 也有跟PPG 我们所谓的其中一间 涂料大厂 他们有去做一个共同研发 在精油层上 因为正常的新车 他们都是使用所谓的高温烤漆 都要烘烤到150-180度的这种温度 才会去做干燥硬化 但是他们共同研发的精油 是只需要100度的加温 这是一种啊 可以在比较低温的状况下去 做固化的一种特别的技术 因为法拉利所说啊 可以增加涂料的弹性 然后对化学啊 外力的抵抗啊也能够大大增加 并且也降低了对水的堪透性 可以阻止水分进到底漆 而导致褪色 在这种不受世俗的影响下 也能够兼顾环保啊 跟节省人员啊 这种低温烤漆技术 其实跟我们后续 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汽车补修技术 是相当类似的 所以啊 只要使用了涂料等级啊 跟施工方式是正确的 效果 绝对不会比生产线的差 那大家也知道 法拉利其实是很 在赛车里面是相当著名的 那黄色呢 也是FIA赛事上常用的颜色 所以直到今日 法拉利车手所驾驶的车辆啊 还是以红色跟黄色为主 我们通常啊 在处理这种超跑的颜色啊 主要我们还是会深入啊 去分析说 它的颜色状态 然后我们会细部去拆解出 它的一些色母结构 然后以及随着它的使用环境啊 它的褪色状况啊 以及它颜色的变化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去做评估的 那在这台458上啊 一开始在做处理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有做过一台 白色法拉利那种全车替光 替漆替光的那种状况下 其实有蛮大的不同 因为呢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来去做除掉的动作 虽然它的车漆也会刮花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保留 它的珍贵的防锈层 那在这台车上啊 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 其实我们上一部S2000 也有讲到 在这种黄色的车色上呢 我们必须非常去注意到 它的底色的选择 我们必须判断说 它的底色呢 我们必须用浅的还是深的 这样去衬托上面的黄 这样子喷涂出来的颜色 才会比较灵活 才会有那种很自然的效果 那经过我们的一番整理 跟重新考骑之后啊 我们一样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这台车上 最终我们一样完成了 能够让车主相当满意的成果 其实车主啊 他有跟我提到一句话 他说 我觉得考出来的这个车漆啊 在他眼里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其实这句话对我们有相当大的鼓励 那也很感谢车主呢 给我们相当大的空间以及信任 可以让我们在考漆上啊 完整的把我们的经验啊 功法啊 完全的呈现在这台车上 除了可以享有这台车子 原本的那种顶尖的性能 也能够成为在马路上最美的风景 那其实啊 我们在接这种车子的时候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也 很开心能够 完整的完成一个作品 得到车主的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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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川啊 对影片的要求 跟车漆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 更多的细节 我们更有质感的画面 所以 接下来我们有一系列的企划 盡可能拍出對你們有較異議的知識 跟你們覺得非常帥的畫面 那一樣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有問題在底下留言 對 我是童韓阿瑋 我們下次見 掰掰